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载到淡冬 只为了看一眼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 真实的样子 终于我们坐上了开往平壤的火车 在中国这边有很多对岸的世界好奇的人在拍照 这几个都是你的 跨过亚禄江 我们就到达了朝鲜境内 刚一过江 我们就要停靠在朝鲜的星宜州站 停留两个小时 然后等待检查 据说他会抽查手机还有相机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来的路上都已经把韩剧啥的 韩语歌都给删了 不过最后他并没有差 在星宜州还能勉强蹭到点中国的网络和信号 车一开之后就彻底于是隔绝了 一路上凡是一道火车都非常破旧 革命标语随处可见 两个大头罩是火山上的标配 孩子们打扰玩得挺开心 有从冰里造鱼吃的 今天赶集了嘛 这个应该是个集市 还有用牛拉扯的 经常会看到在战争中被炸断的桥 一边 火车归宿行驶了一下午,直到天黑了 我们终于到平壤了 一共有三四个朝方导游,全程监视我们 我们朝鲜的那个导游服怎么高,高档的 你们是高档的那个游客 他们自己解释自己可以吗 大家好,见到大家很高兴,原路上辛苦了 我们住的是羊娇岛饭店 专门给外国人提供的酒店之一 下次坚持 下次坚持 哇 哇 据说房间里有监听 不过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也没说啥不该说的 这应该朝鲜本地的牌 还是朝鲜的牌 这天晚上有亚洲杯中国队队泰国队的比赛 但是我看了一下电视 根本没有能知道比赛结果的渠道 渠道 那就在这爱国主义的歌声中YO 睡吧 第二天 我们首先要去板文殿 也就是朝韩的军事分界线 他们都上班的时候利用 什么公交车 还有什么班车 可以也 从左起第三个蓝色的建筑是军事停载为会的会议场 对面就是韩国了 在这儿你也可以蹭到韩国的信号 可惜 我没有开国际漫游 从中央的军事院里面 被军事室的军事室 就被军事室的军事室 7月27日中英来了那个庭站谈判场 当时美国提出建议在那个庭站协定薪水是在野外搭了帐篷简单了事 之后我们去了位于开城市的高厘城军馆 虽然说确实它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但是确实有点简陋 但是这些在门口玩耍的孩子还是让人挺感兴趣的 毕竟难得能接触朝鲜的普通人 又近距离地接触了一次牛拉车 经了朝鲜路多世界杯 这是在开城市的街头 反正除了平壤之外 我就几乎再没有在路上见到过车了 很少很少 路上真的很空 真的很空 现在回平壤 没了回去 还要走大概三个小时 中午休息一次 那么到了平壤 我们参观一个中学校 然后借着参观平壤地铁 完了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们借着参观开轩门和游离塔 然后用晚餐 然后回酒店了 那么我们从 迫离这个开城市内 还需要进入这个公路嘛 回平壤的公路 还得经过四个人民军港销了 所以大家马上进入这个公路以后呢 不要拿出来相机手机了 之后我们来到了平壤的一所高中参观 才能在于旅行起座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 看完 私lek这些是 我们现在的小ですね 我相 trabaj的 HELP 我们这个 registrar Sep7 朝鲜的同学还是都挺淳朴的 就这种害羞的神情 在国内的高中应该已经灭绝了 我们问那个女孩 放寒假了为什么大家都还在学校 她沉默了 之后是看学校同学的演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管他们是不是在做样子吧 反正能和朝鲜的学生在一块交流一下 已经很惊喜了我觉得 之后我们去参观了世界上最深的地铁 平壤地铁 平壤地铁呢有100多米深 主要呢是因为建的时候呢就有考虑到 暂时当作防空洞的这个作用 平壤地铁呢一共有两条线 一条是千里马线 一条是革新线 然后外国人只能进入两个车站 分别是千里马线的复兴站 还有龙光站 平壤地铁的站名都非常有意思 他们都是用革命词汇来明明每个站 非常的社会主义 开启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虽然我们只被允许坐一站路 不过好处是我们可以跟当地的老百姓一块结地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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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呢 我们去了凯旋门 这个凯旋门要比巴黎的那个还要高十米 然后在凯旋门的旁边呢 我意外的找到了朝鲜国家队的主场 近日成体育场 最后一站呢 是中朝友谊塔 也是抗美援朝烈士纪念塔 里面都有记录着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时候 牺牲的中国烈士的名单 这应该是全朝鲜最繁华的地方 我很惊奇的是就在这儿 我看到了一辆挂着朝鲜拍照的豪华跑车 更惊奇的是我在这儿遇到了一家 类似于名创优品的电影 但在这里开始 我跟你说 wake alle片放散这儿 那不是 HELP 现在讲一次 在这里 graphic疯独天 在这儿 الم永组 城中 这里 están 等 我 中学生 天狗 第三天去的地方属实没啥意思 我就没多拍 不过在这天下午我们有幸见证了一场朝鲜人的婚礼 谢谢 谢谢大家 好,有下巴 多想做下巴 幸好,刘子 情供 三个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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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个巴 三个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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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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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朝鲜的店里真的是非常的缺乏 比如说在我们吃一顿饭的时候 他停了两次店 打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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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一大早 平常是这样的 我们要去金日成广场 而金日成广场是这样的 这些点就是大兴集会的时候 那些拼巨幅标语的人站的位置 十分钟之后雾散了 我们的白内障也康复了 这是我们在朝鲜的最后一个景点了 之后 身边的那片田野芽 手边的招儿花香 高粱树楼满天 救我送你去远方 身边的那片田野芽 手边的招儿花香 高粱树楼满天 救我习你去远方 小粱我习你去远方 超线导游高歌一举准备下班 我们回到了平壤火车站 准备乘火车回到丹东 在整个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 朝鲜似乎是一个独立于世界外的存在 因此在回国之后再回复这一段旅行 也有种做了一场梦一般的不真实感 不过我想这也就是朝鲜旅游最吸引人的地方吧 台湾